胡宝森胡宝森说 去年 信誉总级的狗中文局长 召开了小型座谈会 邀请来赐个剧热地的投资人谈中国足球 我当时和狗局长说 你不必太焦虑 足球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足球漫步其外部所暴力出的问题 都和中国社会其他领域是一样的 医疗 教育 司法等等 只不过足球自由一向进去运动 所有的好话都能公开评论到了 日本五十年足球振兴计划 才等了三十年 就已经在世界背着六头角了 我们才多少年 我们要从娃娃中起 还招了三年 说六五年进五万所学校 十年进五万所学校 但现在才进了一万多所 也不能太心急 我认为中国足球需要时间 现在找到方向呢 刚开始走 大概二十年以后收获 最大我看到这个新闻 心里一股梦名的感动 却又很理奈 熟悉中国足球的人都知道 河南建议胡把森 最为一名投资足球的声闻 是周爱河南足球 几十年如一日 而且也设定会继续投资下去 放远二十年后的未来 国足胡把森先生的这三苦口人员 体育总局局长狗中文 肯定也是懂的 但是应该很难听进去 国家对外赠成绩 是中国足球官员的 正绩的重要评价因此 按照胡把森的意思 向如今 中国足球已经有了希望 但是要出成绩 还要一段时间 但是官员的问题 肯定达不到胡把森口中的二十年 他们要展示他们在职期间的证据 并然会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 达到一定的成绩 这也就有了最近的中差联赛转户怪象 广真恒大和天津天海莫名其妙 拿到了与大编国策后球员 现在的情形下 即便中国足球主管的位置上 出现一位中短球的官员 有个能保证 不会临到任期 他并的政策 很难在下一类的任期中还被保留 因为继续拥用他的政策 体系会出新任官员的政绩 贼协这似乎是一个死角 但是却很容易解开 放远世界 只要抛去官办足球资力即可 在足球界真正在大短短资历 请把将中国足球从体育整集的体系中拨离出来 足球相关部门负责人 由足球界自由选出来 某某短期出成绩的压力 像隔壁日本那样数十年后 中国足球真想才有信啊